他是一个不走寻常路的装逼大王 无论何时何地 都将潇洒与帅气贯彻得淋漓尽致 这天班本爬到树上给鸟儿投石 但是很不巧 鸟儿没在家 就在他准备离开之时 却看到了校园霸凌 两个混混正在敲诈勒索一个胖子 班本忍不住调侃对方 出手真阔绰 小胖也很无奈啊 都怪自己太懦弱 可如今他真的走投无路 身无分文了 之前就是糊弄妈妈说 教材费理发钱什么的 可接下来要拿什么去交保护费啊 看着痛哭流涕的小胖 班本给他出了一个主意 第二天 两人结伴来到快餐店 成为了服务员 就是说 班本说的赚钱之道 而店长是个非常有商业头脑的人 立马将帅气的班本安排去收银 至于小胖则留在后厨打打杂什么的 一想到自己赚的辛苦钱 都要交给那群混混 就气不打一出来 就在他抱怨之时 突然发现前台排起了长长的队伍 这些女人竟然全部都是冲着版本而来 难道这就是版本效应 一个人居然撑起了整家店的营业额 店长对此赞不绝口 一天忙碌下来 小胖已经累到虚脱 不过也因此得到了店长的认可 这一刻他觉得 所有的辛苦与付出都是值得的 人生中第一次拿到工资的小胖 更是兴奋的脸上冒痘 然而第二天却在店里遇到了欺凌自己的两个混混 瞬间吓得瑟瑟发抖 冷汗直流 两个混混明目张胆地约他晚上公园见 单脚趴实的小胖只好如约而至 关键时候 他想起了版本的鼓励 立马将手缩了回来 却是免不了被对方毒打一顿 然而这种时候 怎么少得了逼王版本的镜头呢 只见他一个瞬移来到了二人身边 一招无处可寻之风 再加上甜蜜的叛逆期 分分钟让二人跪倒在地 有着版本做坚实的后盾 小胖也终于使出了必杀技 为自己出了口恶气 此时他终于明白 需要保护的不是自己 也不是钱 而是尊严 版本作为本分的颜值担当 最不缺的就是暗恋者 此刻 双马尾女孩深深地陷入 版本的美貌中 无法自拔 版本却无视了他 这反而激起了双马尾的好胜心 一定要将其拿下 技巧一 入侵四人空间 利用请教学习的机会 跟对方搭讪 但一定要记住 坐在左手边 因为右手写字 会拉大两人之间的距离 可让双马尾没想到的是 版本居然左右开工 就在他犹豫坐哪边时 两堵墙的范围还在不断扩大 最后他只好坐在了版本对面 技巧二 直呼其名 通过亲密交流 拉近彼此关系 双马尾微笑着 询问版本的全名叫什么 不料 版本竟然来了句唇语 直接把双马尾给整蒙了 技巧三 模仿对方动作 使其产生亲近感 可版本的动作 简直快到飞起 光是用眼睛 都不一定看得清楚哦 无奈之下 双马尾只好使出了欲擒故纵 转身离开了 结果版本竟然真的站了起来 双马尾本以为太上钩了 但其实版本只是看见了 操场上的一条狗 真是人不如狗系列 伤害性不大 侮辱性极强 我是彤彤 我们下期再见吧 Mua Mua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